从1997到2017 这座城市有多少传奇与变迁 东方之珠依然璀璨 欢迎来到第一会客室 我是陈坚 邀各界精英 共同回顾我们一起走过的20年 他接受首任特首董建华的邀请 成为香港首位华人律政司司长 我生律师 蒋律师 这个地方虽然您的时候 如果是大家都说不干的话 那怎么行 他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 推动者和见证者 大家都很期望 那个积民地的时代 接触了港人治港 由我们自己去做主任 回归时 他协助香港从普通法 到基本法的顺利过渡 他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梁爱施 艾斯你好 艾斯你好 九七回归的时候 你是我们香港第一位华人 又是女性的律政司司长 而且在之前 你从来没有在政府工作过 就是独立的一个知名律师 第一次董先生邀请您的时候 您并没有答应 最终你还是接受了这个邀请 当时是怎么样的考量呢 其实我一直都是在 私人的那个法律工作 那这方面来讲 你把工作做好了 那就当时满意 你自治也满意 但是到那个政府去 就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而且是为当时六百万人服务 这个责任是很重 所以我当时也是很没有心理的准备 所以你一开始是并不想接受的 但是接受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生律师蒋律师 这个地方需要您的时候 如果是大家都说不干的话 那怎么行呢 所以我也觉得有这个责任 去承担这个工作 你也好 董先生也好 你们两个都是没在政府工作过的 这样的一个官员 进入这样一个公务员团队之后 有不适应吗 从九三年的时候 那个中央政府决定另起牢照 的时候 我就关注关于法律的过渡的问题 这个不是因为我准备 做律人士是想还是什么 就是觉得你作为一个法律界人士 也应该知道 对应该要准备怎么样 那个法律的过渡 所以这些重要的问题 北方居留船 那个原船法 那个驻军法 等等 我们都是比较关注的 也是向那个筹火卫提供意见 所以就有一个准备吧 1997年的7月1号回归当天 就是你作为政府的议员 看着这个国旗和区旗升起的 那个一刻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当天一个是很紧张 因为那个晚上 我们很多事情要做 一个是那个交集仪式 之后还是要终身法院的协力 然后那个特区的 行政立法机关 行政会议的这个双式的遗失 然后这是第一趟 临时立法会要开会 因为当天通过的法律 就是从那天的凌晨开始生效 所以我们不能有那个法律的真空 对 那是第一趟的会议 所以60位议员都讲话 但我们把这个情绪 通过了香港违规条例 以及这13条法律以后 已经是4点钟了 然后这个法律要拿给 行政奖官的签字 不久又到天亮了 就开始那个星期仪式等等 对 这是忙得不得了的一天 但同时心情是很自动的 尤其是那个英国的国旗 随随降下 我们的国旗 有五星空旗升下来的时候 大家就是觉得 我们是当家做主了 那个不再是一个殖民地了 是回归祖国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 是无比的骄傲 回归之前 香港特首董建华 邀请著名律师梁爱施 加入政府班子 从未在政府担任职务的梁爱施 放弃了如日中天的律师工作 转身成为香港律政司 首位华人女性司长 为国效力 港英时期法律的制度 它是用的是普通法 但是这个基本法 是在我们7月1号 就是977月1号真正推出的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 这个法律体系 其实当你在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 有碰到什么困难吗 基本法已经考虑到 我们的那个法律基础不一样 所以基本法是我们的法律基础 但是原来的法律 比方普通法 航平法 条例 复制条例 实俗法这个还是继续在向实施 问题你写基本法 通过基本法是一码是 当你乐视的时候 很多情况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那第一个就是当时那个 本来的那个最后一届的立法局的议员 如果符合基本法的话 可以是顺利过渡就是不要经过选举 成为第一届的立法会的议员 93年的时候 庞定康的政改 把这个选民的基础完全改了 不能用直通策的方式 成为那个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 所以那个筹委会就决定成立临席立法会 但是一个特区一成立就有人讨见 那个临席立法会的法律地位 这个也是当时还是蛮担心 如果是临席立法会是不可法的话 那就那个政府就是那个 不能有稳定的站立起来了 幸而在很快的时间里面 这个问题解决了 临席立法会虽然是在基本法里面 没有说的 但是因为普通法也有这个情况 就是如果政府一个部门 任何原因不能运作 它可以有一个临席的基计 一直到它能够恢复正常的运作为止 所以这个临席立法会就是 有埃及的这个概念 而且尼席立法会的签例也是 由全国人民大委员会去确认 所以在法律上是有效力的 所以整个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 虽然有顾虑和担忧 但还是很顺畅的 对 但你觉得这个顺畅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在两种这个法律的过渡期 因为大家都很期望 那个殖民地的时代接触了 港人治港 由我们自治去做主人 所以大家当时北方北利 那个筹备政府 在短短三个月里面 通过了13条法律 包括那个一个 就一个基础关于公安条例 跟卸团条例的收定 这个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的 涉及权利自由的 那个也是顺利的做好 因为公安条例的一些规定 那个全国人大常委会 是没有把它产生成为特区的法律 如果是不及时的立法的话 那就会有法律真空 所以那一趟已经我们就把这个 就是我叫这个是无逢交接 香港回归当天 基本法正式开始实施 香港社会原有的普通法 横平法等法律也得到了保留 梁爱施说 两种法律能够顺利过渡 完成无缝交接 是因为有一国两制的美好蓝图 在政府做了八年工作 八年半的时间 其实在政府工作这段时间 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是法律解释的问题 内地来讲是一个不同的制度 宪法给予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权 这个法律解释权就写进基本法 的158条 说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所以他是有所有权 在审判案件的时候 他授权特区法院去做自治范围内的事情 做出解释 如果是法院审判案件 涉及基本法的条文 这个条文对案件的判决有重要性 而且涉及中央管理事 或者是中央跟地区关系的话 那在中央判决以前 那个法院要提 把那个条文提请人大常委会 做法律解释 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是在那个居留权的那个案件里面 就带来一个问题 十年以内我们的人口增加25% 是成为这局没办法承担的 关于那个房屋 医疗 教育 福利这个 我们都不能承受 因此刑警长官把这个条文就提请 把这个情况做了报告给那个国务院 由国务院提请人大常委会 做出法律解释 当时引起很大内地的法律界的 那个很不凡的意见 香港也有法律界提出这个问题 后来那个人大常委会 做出法律解释以后呢 法院也是确认了这个法律解释的效力 所以当时你来讲是 第一个是从来没有试过的事情 第二是完全陌生的那个一种操事 对着这个20年来呢 慢慢的有些不理解 比如说对于这个人大事法 到底应该什么样的情况 事法这个老百姓不知道 民众不知道 那么其实你说对于这个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地区的这个法律的认知度 其实重要吗 其实是这样的 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是不是那个 一国两制基本法有问题 以前都没这么多的争议 你不认识这个基本法的时候 你还是小的争议 因为你不知道就是问问题 提出质疑你都不知道是那一条 它的原理是什么 你什么方面你觉得不满意 但当那个大家资罪了一些经验以后呢 就开始对那个在实际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就觉得这条法律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解释呢 所以这个争议是不奇怪的 凡是看事情都要看你站在那里 你从山脚看山上跟山上看下来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重要是你要作为一个中国公民 一个香港的居民 中国公民的身份 去看那个基本法的时候 你要应征地去看 因为有些时候大家都爽贼性地 去一点应施或者是具体 香港回归20年 梁爱施对基本法的推行与落实做何评价 基本法是有生命力的 是能够加进行犯下还是越来越清楚 面对挑战和争议 梁爱施以开放的胸怀 积极听取各界不同声音 这个是整个社会的人的那个进步 这个社会是越来越透明 第一会客室 陈坚对话梁爱施 稍后回来 欢迎来到第一会客室 我是陈坚 邀各界精英共同回顾 我们一起走过的20年 一国两制史无前例 客区政府在实践中不断面临各种挑战 99年香港居留权的案件 人大事法等法律问题 衍生出的社会矛盾 讨厌着梁爱施的政治智慧和处理能力 作为一个法律界的人士 专业人士 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变迁 对您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但是也是知道基本法是有生命力的 所以能够加这种情况下 还是越来越清楚 越多的挑战 我们更亲自的知道 一国两制您是非常认同 而且一直在推崇的 但20年过来 你觉得基本法的设立完善到实行 你满意吗 我满意 当然我们碰到很多问题 但不要看我们有多少的挑战 多少的困难 就是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 那个北方法律解释 有些人觉得这个是他们不喜欢 但是问题就是 法律解释解决了 我们自治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个越来 也是我们要吸收经验 从经验里面学习怎么样 把这个一国两制乐视得更好 香港以什么文明 我觉得法律法规 是最值得我们教的一部分 大家说一说到香港 法治是没有人质疑的 对 这一点 那么在从我们回归前到回归后 这个法律制度从这个 转移到这个基本法的使用 你觉得是更完善了 还是有提升的 我觉得是更有条件 去有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 因为第一个就是 市民的权利自由 基本法完全保障了 所有这个当时有人担心是生育自由 非人自由 那个流行细微的自由 这个都得到保障 为什么得到保障呢 不单是法律相显 而是司法显将 那个法律的那个 第一个就是司法独立 基本法特别说明 法官审判案件不受任何干预 任何的人如果是强势去干预司法的话 他就受习示 就成为那个干预司法的那个公正 或者是藐视法庭 第二个就是法官的应免的制度 还是那个给他们足够的保障 法官是有经过一个 独立的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 九个人里面有七个委员 同意才推荐给行李长官去委任 不像美国的总统 刑警长官不能挑他自治的那个法官 他只可以拒绝委任的 那个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的 推荐的人 他不能说自治要 我喜欢这个人去当法官 这不行 第二个就是经过适用期 法官的那个职位是有了保障 谁非是他们无法履行 他的那个职位的职务 或者是犯严重的错误 否则你只不能开许他的 而且在这种情况 还要经过一个三个法官 组成的调查委员会 去看是不是事实 才可以免职 因此法官可以无畏无据 无偏无稀地去进行的那个审判案件 在风雨中屹立不倒 是梁爱施对回归后香港的评语 在他担任香港律政司司长的 八年多时间里 他也陪伴着香港 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 确保了基本法在一国两制理念下的 成功落实 可能一些我们香港人就会想 这个两制就理解得很清楚 把一国忽视了 可能一国两制是合在一起的 一切同一个概念 对不对 你既然认同一国 也维护两制 这样一个概念 那你看我就刚才说 以前港人是不关心政治的 这个是整个社会的 真的那个进步 第一个就是 这个社会是越来越透明 另外一个就是电子传媒 比方50万人上街旅游行 大家就从来没估到 那个电子传媒 那个电子的那个通信 发生这么大的作用 通信的自由 通信的灵活性的通用 这个也是让这个社会 更加有那个机会 去表达他们的意见 刚才你就说到 其实当我们这个社会上 有不同意见 你反而是非常乐观地去看 这个社会在进步 不然的话 大家不关心外面的事情 只是关心一个小我 现在对社会都关心了 近几年反而我们听到 一些不同的声音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 反而有一些关于 这个港独的言行出现 对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其实你没有一国两制 这些问题还是发生了 你比方全球都是有 这个问题贫富怨赎 收益不关心 还是那个青年人的问题 住房的问题 要购房的问题 这个都是不单是香港 有这些情况发生 但是因为就是这个 这么自由的行为 他们很充分的机会 去表达意见吧 其实你说那个港独的问题 这个本土主义是不单是在香港 其他的地方 甚至西班牙 英国 对都有 都有 都有 加拿大都有这种问题 当然有一些问题是需要 然后那个也是有些执口 基本法的或者是一国两制的问题 把它挑起来 其实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是蛮自由的 多元化的 两地的发展就分开的年线比较长一点 很多的一些观念有不一样 或者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也不同 你们说一地两检 到底要不要实施 很多会有分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法律应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法律干指的事情大家都不干 所以对那个窥犯人的行为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但是法律别是要与时俱进 首先是为那个市民是一个好处来的 那么如果是一个好处的话 我们是要看看怎么样 别是要符合法律 违法的事情我们也不干 因为基本法第十一条就是说 任何香港特律行进去通过的法律 不能违反基本法的 不能与基本法有抵触 所以特区政府也屡次说过 那个一地两检的策划 会符合那个基本法的 所以有一些人都对那个计划 都没有出来的时候 就批评说这个是违反基本法 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从香港律政司离任之后 梁爱施又被任命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 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如今他一直潇洒地活跃在香港 内地的政治舞台上 积极投身到内地和香港的融合发展 为祖国出力献策 在香港长大 但是在两地又来回 现在回归之后 香港对于国家来说 它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其实香港要利用 那个一国两制的好处 十三五计划里面 就把香港定位作为一个金融 航运 那个旅游 等等的中心 特别是他说 香港可不得作为一个 那个法律服务 以及法律纠纷解决的中心 问题我们要利用这些好处 刚才你讲的 外面看香港是很好的 法治刑犯又好 也是很可笑 所以我们怎么样利用 这些机会 而且利用我们的那个国际城市的 我们那个人才的汇聚 这个能够发挥我们的作用呢 那个两地是很多误解的 对 内地不了解香港的情况 香港也不了解内地的情况 怎么样我们从交流方面 在人民的来往 或者是那个文化的交流等等 去多了解 那个内地的情况 就是说 如果是你多了解的时候 可能你看情况 事情不一样 对您来说 您是从香港土生土长 一直是在这里受的教育 但是对于国家的这种情怀 或者它的认知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时候是很自然的 其他国家的人没有问 我们怎么样爱国 要不要爱国 我们是同一个中华民族 同一个血统 同一个历史 同一个文化 所以跟国家是分不开的 尤其是法律上 我们是中英国 和不可分离的部分 是一个中国公民 那当年应该就尽公民的义务 所以这个主要 还是感情来讲 当年立国的初期的时候 好多人从内地旁来 香港他们也是有一些 不愉快的经验 有些是悲惨的经验 但是你要看 现在国家走的路 是不是对的 它有没有硬着往前走 方向是对的 它也自制地进行的话 有些事情没有完美的 我们应该给它时间 而且是看看我们自己能够尽什么的义务 去让国家发展得更好 20年的历程就这样一晃而过了 接下来的10年20年 你觉得香港怎么样才会更好 你如果是你看 以往30年国家的发展 那你看以后30年的真实 我们是不可预料的 我们应该是追向这个发展 与国家一起 我觉得还是前途是很好的 要克服一些什么样的弊端 任何这些会都是会有 那个需要克服的应付的问题 接受的条件 这个世界是动的 它不是降在那里的 所以我们也不怕 那个不怕条件 我觉得一国两制是经得起考验的 谢谢 谢谢LC 虽然在香港土生土长 梁爱施却有着深深的家国情怀 作为香港首位华人律政司司长 梁爱施以敏捷严谨的思维 和对国家对香港的无限忠诚 处理了许多错综复杂的 社会问题和矛盾 更积极倾听各界不同的声音 消除两地之间的误解 它让我们看到一位 金国精英的敬业无私 以及与时俱进和宽广的胸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